那你说的没错 电脑病毒真的是很多 最开始我们创业的时候 全世界只有那么五支电脑病毒 很好应付的 那现在一天都不止五支 上万支的电脑病毒到处在发生 那我先讲两个阶段了 过去的时候 当电脑病毒一发生的时候 全世界的网路都感染 那时候我们就马上会发出一个 Red Alert 就是红色警戒 那我们有一个 好像那种特工队一样的 全世界散步在各地的 马上就动员起来 然后就更新病毒码 然后去通知客户 赶快换掉这个病毒码 然后告诉他们怎么样 去清除这支病毒 减少你的损失 那时候也是我们很怀念的时期 叫Red Alert 但是现在的时代又不同了 因为病毒已经多到 你也没办法用这样 每天一直去更新病毒码 所以我想你也许有听到 最近常常在谈的云端运算 就是说这个病毒已经多到太多 我没有办法把它储存在你的 这个local hard disk 就是说你自己本身个人的电脑上 我必须把它存在云端 也就是大家共同的资料库 虚拟的一个资料库 然后当它这个病毒发生的时候 事实上是从云端叫换一个 我们讲这个药吧 或者是特效药 或者是一个针 预防针 从云端叫换下来 马上帮你解决 所以这是现在正在新发生的一种趋势 那跟过去那个时代 那个红色警戒的时代 又不太一样